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老師要介紹電風扇的故障檢修方式 那首先呢 我們介紹三個元件 第一個呢 是我們勤見開關的量測 第二個呢 是電源線的量測 第三個呢 是溫度保險師的量測 那這三個元件呢 他的好跟壞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量測 老師在這裡一一做介紹 那授課老師是黃俊誠老師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常遇到的故障現象呢 就是勤見開關的接點接觸不良 或者是他掉線 那我們只要把內殼一拆開來呢 如果是掉線了 我們馬上就看得到 那我們再把它盡情焊接 洗焊 把它焊回去 那如果呢 是接觸不良呢 我們就要使用三用電表去量測 所以呢 我三用電表的檔位呢 也是一樣轉至 歐姆檔乘1的檔位 好 那個別去量測 勤見開關的各個接點 那電阻值如果是0歐姆 表示我接點是好的 那如果有電阻值 表示我的接點有接觸不良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這個指針 箭頭比的方向呢 這個是我們的共接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把這個 勤見開關這個按鈕給他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用三用電表去量測 這兩個接點 這兩個接點 看他是否有電阻值 還是0歐姆 好 那以此類推呢 我們再去量 第二個 好 量第二個的時候呢 一樣 我也把他按下去 把他按下去 那去量測這兩個 接點他是否有導通 導通的話就是0歐姆 那第三個也是一樣 我們再去量測後面 這樣以此類推的方式去量測 好 那如果我們發現到 我的勤見開關壞掉 那我們要給他做更換 要給他做更換的時候呢 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看勤見開關的外觀 他是4個按鈕 所以我們就要去買4個按鈕的勤見開關 那他的頭是源頭的 所以我們要買源頭的 不要買錯 買成方頭的 那方頭的你會組裝不上去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再注意到一件事情 每一個源頭他的間距有多寬 那我們要去量測一下 然後再來呢 螺絲點對螺絲點的間距有多寬 量好之後呢 我們再去買 相同類型的勤見開關 再把它換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勤見開關呢 我們用久了 他內部的彈簧 會壞掉 內部的彈簧會壞掉 那勤見開關他是可以做更換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勤見開關 如果我們把它翻過來 發現到他是有斷線的 有掉線的 但是這個故障是比較少見的 那如果有掉線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吸汗 接回去 後面有一支影片 是老師示範 勤見開關 掉線的故障檢修 首先我們來看電風扇 電風扇我按1速的時候呢 風要會轉 風有轉之後呢 我再把它關掉 接下來 準備按2速的時候 風扇也會轉 再來 我們準備進行按3速的時候 風扇卻不會轉 到底是電風扇哪裡出了什麼問題呢 接下來我們發現到他 三速的風不會轉 我們第一個 可能會先做的動作 就是先把底部 翻過來 然後 準備 拆他的螺絲 分別有6顆螺絲 我們要把它拆下來 把底殼拆下來 再把它底殼 打開 接下來 我們來目測一下 我們發現到 這裡的線 他這裡 有一條線 掉了 他的接點 在這裡 表示 他的線 用久了之後呢 可能是在拉扯的過程中 造成他 電線斷線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 要給他 進行洗漢 給他 接上去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發現 這條線掉了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 進行接上去的動作 那進行接上去的動作呢 我們先把電線 穿過去 然後 再把它 扣住 扣住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就要進行 洗漢的動作 當我們的線 扣好了之後呢 就要給他準備 進行焊接 這種焊接 我們都會使用 低溫洗漢 那低溫洗漢 第一個步驟 我們會先上焊油 焊油上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會用電熱鐵 加熱 先把接點的表面 清洗乾淨 表面清洗乾淨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的電弱鐵 會放在那邊 加熱 然後 準備進行焊洗 這樣固定住之後呢 就表示 我們的線 接好了 接下來 我們接好之後呢 我們來準備 進行量測 他的電風扇的電阻 首先 我們先轉到 一數來看 他的電阻 因為這裡顯示 比較小 所以 我們先把它 轉到乘以檔 那轉到乘以檔 之後呢 我們的電阻 大約在 100歐姆 左右 接下來 我們轉到二數 我們轉到二數 的時候 他的電阻值 大約是 120歐姆 接下來 我們再進行到三數 那三數的時候呢 我們的電阻值 將近 180歐姆 這樣 我們的靜態測試 就完成了 就可以準備 送電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是 電源線斷線 或是電源線接觸 不良 那我們要怎麼去量測呢 首先呢 我們用 三用電錶的檔位把它轉到歐姆 乘以1的檔位 好 那接下來呢 兩側電源線呢 如果電阻 是0歐姆的話 表示我電線 未斷線 那電阻是無限大的話 表示我電線 斷線的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我們電源線的 插頭 那插頭呢 它分別有兩條線 接近去 我們的 琴鍵開關 跟我們的電容器一頭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要用 用三用電錶去量測 這兩點 跟插頭的這兩點 有沒有互相導通 那如果有互相導通呢 就表示我電源線是未斷線的 好 那如果呢 我去量它的 接點 結果呢 它是沒有導通的 那表示 我們的電線是斷掉了 好接下來呢 溫度保險絲燒掉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量測呢 好我們一定要先確認一下 我們的電源線是否完好 然後呢 再去量測 馬達的繞組 是否完全量得到電阻 如果量測到電阻 代表我的馬達線圈是沒有燒掉的 馬達線圈是沒有燒掉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去量測 它的溫度保險絲的電阻 溫度保險絲的電阻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溫度保險絲呢 它直接跟馬達的繞組 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好那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斷定 是我的馬達線圈斷線呢 還是溫度保險絲燒掉呢 好那我們要 怎樣把它的 殼 拆掉之後 好那再去量測 溫度保險絲 好那如果溫度保險絲 電阻呈現 無限大的話 就表示我們的 溫度保險絲燒掉了 白色圈起來的地方是 量馬達的電阻 用電錶指針去碰觸 任意量點 都要量測得到電阻 如果沒有 可能是線圈燒掉 或是保險絲燒掉 好 接下來呢 溫度保險絲的量測呢 它就會比較麻煩 它就會比較麻煩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的故障現象呢 如果是溫度保險絲燒掉的話 好那我們來量測 溫度保險絲 首先我們要先把 馬達後面拆開 拆開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這裡的線圈呢 裡面會有一個 黑色的絕緣 不包住 那我們必須要把它 剪開 好 剪開之後呢 我們把它拆完之後呢 就會呈現這樣子的 溫度保險絲 是長這樣子的 那我們就把 三用電表轉到歐姆的檔位 乘1檔 好 那如果是好的呢 電阻是0歐姆 如果是壞的呢 它是呈現有電阻的 所以呢 我們碳棒呢 我們三用電表的 兩根碳棒去碰 保險絲的兩端點 那如果是0歐姆呢 就是我們的 馬達 線圈燒掉了 那如果電阻呢 是無限大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溫度保險絲 燒掉了 那溫度保險絲呢 做更換呢 就會比較 麻煩一點 那我們來看下面 好 那我們更換溫度保險絲呢 首先 我們要先把它的溫度保險絲 減下來 減下來之後呢 再把那兩個 接點的 線圈 他的七包線 把它去除 他的七包線 表面上有一個絕緣期 那我們要把它做一個去除的動作 在這裡 同學看一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更換新的溫度保險絲 那我們先把溫度保險絲 焊接 洗焊 接上去 在這個地方 同學看一下 接下來呢 溫度保險絲的另外一端呢 我們就把它焊回去 他原來的線路 就像這個圖一樣 我們就把它洗焊 焊回去 好焊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溫度保險絲 套上他的耐熱管 把它包上去 然後再來呢 再把它緊緊的 跟線圈 靠住 然後再把它綁緊 就像我們這個圖片這樣子 務必一定要把它綁緊 靠住他的線圈 接下來呢 幫各位同學做一下總結囉 好 那我們電風扇的故障檢修的方式呢 我們有講了 琴鍵開關 他怎麼樣去判斷 他是好的 還是壞的 再來電源鍵 他的量測的方法 再來我們溫度保險絲的量測 那當我們發現溫度保險絲壞掉的時候呢 老師投影片也有介紹 怎麼樣去更換 我們的溫度保險絲 那希望各位同學呢 都能夠掌握 這個技巧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